好,大家好,我是马俊老师 很高兴我们一起来学习软考项目管理的课程 本节课我们讲的是计算体实的内容 好,那么呢,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第24题 我们的这个终极23年,上半年的试题 好,说明某工程项目部分信息如下表所示 这还是部分信息,是不是啊 这个表呢,这个工作呀,好多呀 好看起来好难啦,对不对 好,看看啦,他说 我们问题一结合案例 请写出项目的关键路径 并计算项目的工期 好,那没办法呗 那我们就画图呗 是不是啊,画图吧 好,OK啊 那么我们的AB前面都是我们的空的 我们的AB前面都是空的 OK,AB 当然呢,我们前面其实可以加个开始 这个呢,如果你能够呢,看得清楚的话 你不加也是可以的 好,如果呢,更加的正规一点 我们还是在前面加一个开始 会好一些 好,那么我们这就不在了吧 我们C的前面是A和B C的前面是A和B 好,然后D的前面是B 1的前面是C D的前面是B 1的前面是我们的C 然后呢 RF的前面是D和1 RF的前面是D和1 好,然后呢 GHI的前面都是RF GHI的前面都是RF G G H I的前面都是我们的 这个呢,RF 好,勾的前面是G啊 勾的前面 是G 好,然后呢 K的前面是HI接 HI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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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什么呀 这是我们K 好,然后呢 RF的前面是C啊 RF的前面是C RF的前面是C 好,然后呢 RM的前面是L RM的前面 是L 好,然后呢 N的前面是K和M 这是我们N的 是不是啊 是这个图 是不是啊 这个图 对的吧 那这样子吧 我们还是必须要做个检查啊 AB的前面是空的 C的前面是A和B D的前面是B 然后呢 E的前面是C 然后呢 RF的前面是D和1 RF的前面是D和1 然后呢 GHI的前面都是RF GH的前面都是RF 好,然后呢 RF的前面是C RF的前面是C N的前面是L 然后N的前面是K和M 这应该没法错吧 对不对 没法错呀 好,OK 那么呢 我们的正常工作呀 我们的时间ABCD 18616 18616是不是啊 18616 124RF4啊 124RF4 然后呢 G4H10 G4H10 好 然后呢 RF是4 G4是12 RF4 G4是12 好 然后呢 K是16 RF是8 K是16 RF是8 然后呢 RM是24 N14 RM是24 N14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这个图啊 然后他要我们干嘛呀 他要我们找我们的关键路径 求我们的工期 是不是啊 找关键路径求工期的话呢 我猜 哎 这个我能不能猜呀 我猜的话应该是什么 应该我猜看看 应该是A C 这是16 这是4 应该是AC1 AC1 RF G G 勾 K N 这是几呀 这是16 40 40啊 42 42啊 42 54 嗯 你看到 10 16 20 40 40 16 40 48 48呀 加1060 80应该是80 应该是ACEF机构KN 是80 你们还有一招根二 还没比80更长的 应该是没有的 好吗 是不是呢 ACEF机构KN 空气是80 是不是 好 这一位呢 说实话不难了 只是感觉很恶心 比较麻烦 是不是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可能心情没有这么淡定 但是你还是要尽量的 做一个淡定 好吗 好 是这么一条80 好 然后呢 它要我们求什么呀 它要我们求啊 活动L 活动L 空气拖延10天 对我们整个空气 有没有影响 写说明原因 好 我们L了 我们L呢 在哪里 我在这里 在这里是不是 好 我们L在这里啊 我们呢 有L的路径有几条呢 就是L的呀 我们没有必要花 6秒10 是不是 我们讲过的 其实我们可以呢 通过快速的办法呀 把球出来 你看我们L在两条上面呢 有我们的 A C L M N 那是几呢 16 24 48 48呀 52啊 这是52啊 还有呢 B C L M N 这是几呢 这是14 14啊 22 22啊 加 22 22 46 46 46 50 50 是50吗 是50 只有50啊 应该是50啊 只有两条是不是啊 只有两条对不对 看还有没有L在的呀 就只有两条啊 只有两条 然后我们的这个呀 总的工期是80 我们一个是52 一个是50 选一个长的 选52 因此我们L的总是差呀 应该是个18 L总是差 是个18是不是啊 是的吧 然后呢 他说呢 他延后10天 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呢 就没有影响 是不是啊 没有影响啊 因为我们呢 这个总时差 为我们的28 所以说没有影响 对不对 好 先来呀 好 嗯 然后呢 我们的 当然你非要把那个六标识啊 全部的标出来 这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这个办法的比较快呀 好 然后呢 问题二 假设项目总成本为100万元 哎 这个100万元呢 是什么呀 应该是我们的BAC吧 应该是BAC啊 这个100万元 按照进度计划平均分配到项目活动中 哎 这句话呀 好 工程执行到第40天结束 项目经理发现已经完成了五分之三的工作量 那么这是来告诉我们什么的 发费的成本为65万元 这个65万元呢 应该是我们的BAC这个好说 好 请计算项目的成本绩效和进度绩效 并说明项目此时的绩效情况 好 这个题目呢 它要我们求什么呢 成本绩效和进度绩效 说实话呀 你最好呢 是求CPI和SPI 如果你感觉不放心的话呢 把CV和SV去求一下 这个也是可以的 哎 好不好呢 反正这个地方问题不大 但是呢 我们AC呢 我们知道呢 等于65万 那么我们的EV呢 EV就算说 接着到什么时候 我们已经完成了五分之三的工作量 到底是我们总的 还是计划应该完成的呢 它这里没有说 没有说 那我们感觉呀 还是应该是总的 是总的是不是 那么因此呢 就是我们用BAC乘以五分之三 用一百万乘以五分之三 因此我们EV呢 等于六十万 EV等于六十万 EV等于六十万 AC等于六十五万 现在我们只需要求PV 那么PV呢 我们怎么求呢 我们说过的 在我们的进度网络图 结合政治分析 这样的题目中 我们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的话 特别的限制的话 我们都是按照最早开始时间来算 是不是 好 那么现在呀 是我们到第四十天结束时 四十天结束时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我们的计划呀 我们到第四十天结束 我们应该要做哪些工作呀 来 按照我们的最早开始时间算的话呢 我们在第四十天结束时 我们的A应该要完成 B应该要完成 C应该要完成 D应该要完成 这应该好理解 是不是 ACBCBD 好 我们的E啊 E呢也应该完成 你看这 1 名字 AC1 10加6等于16 16加4等于40 因此1应该完成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 L呢 你看 ACL是几啊 是16加8等于24 BCL 这个也应该小于40 也是L完成了 好 那么我们L呢 是L啊 是第24天完成 第24天完成 那么我们额某做几天呢 我们呢 L是第24天完成的 我们额某可以做几天呢 可以做16天 可以做16天 对不对 是的吧 我们是在40天结束时 我们现在呢 额某已经花了24 我们额某的前面 已经花了24天去了 因此我们额某呢 还可以做呀 16天呢 额某可以做16天 做16天额某好吗 好 然后呢 呃 我们的这个额某啊 你看额某 你看这 我们额某呢 VC1 呃 前面已经花了44了 虽然 虽然啊 虽然按照BD额某 额某可以开始做 但是 我们按照VC1 我们 因为1也是额某的前面的工作 是不是啊 1也是额某的紧钱了 我们1呢 刚好是在第24天 第40天结束 第40天结束 所以说我们额某呢 其实还没有开始啊 好 那么因此 按照我们的计划 我们应该是 A全部完成 B全部完成 C全部完成 B全部完成 E全部完成 L全部完成 额某要完成16天 16天 做16天 额某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的 应该完成哪些工作 好 那么 我们每个工作 价值 多少钱呢 每个工作呀 价值多少钱呢 好 那么你看我们这里啊 有这么一句话呀 他说 按照我们进度计划 平均分配到 项目活动中 那么 这个地方 是个什么意思 是不是说 我们总共是100万 然后呢 我们工期是80天 那么因此呢 就是每一天呢 是1.25万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理解呢 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 它是按照我们的 进度计划 平均分配到 我们的活动中吗 不对吧 是什么呀 是按照我们的 进度计划 平均分配到 每天中的 是80天 100万 是每天1.25万 是每天1.25万 但是每天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活动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是不是说到 就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就是不是平均分配到 项目的活动中了呢 我们今天 你看这 你看那 就比如说 我们呢 我们呢 这个呀 前面可能 今天做A和B 后面做我们的C和D 后面我们做A和E和F 做三个做几个呢 每天1.25万 每天1.25万 每天可能只做一个项目 做两个活动 做一个活动 做两个活动 做三个活动 那你这样一出的话 是平均分到每个活动中去吗 不是的 对不对 不是的吧 好 这个地方呢 很多很多人 很多人搞错呀 很多人搞错 懂得没有 好 这个题目其实和我们以前呢 一个呀 也是一个 那也是个终极的考题吧 是不是啊 呃 那个 那个题目比较相似 那还记不记得呀 什么280万呢 什么280万呢 什么17天的那个题目 还记不记得呀 前面讲过的 中期还是高级的考的呀 好 这个地方 你要把意思搞清楚 好吗 哎嘿 好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算呢 哎 怎么怎么算的呀 我们 我们记得呀 我们那个题目呢 就是说 我们的A呀 它应该是算 10 B呢 是我们算8 C呢 我们是算6 是不是啊 应该是全部的加起来 是不是啊 哎 全部加起来呀 这样子才是按照 每天 还有每活动 是不是啊 那么这是几呢 24 呃 18 18 24 24啊 40 呃 64 68 呃 72 82 82 86 86啊 加上12等于78 78 加上16等于94 94加上这102 102加上28等于100 130吗 是130吗 嗯 算错了没有 好 应该是啊 是这样求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哦 是150吗 是150是不是啊 是150是不是啊 好 OK啊 全部的呀 加起来 是150啊 是150好吗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总共是100万 除以我们的150 等于呢 哎 我们的0.6 0.3 0.6 0.6777万 好吗 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大家想想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能不能想明白 这个地方确实很坑人啊 确实很坑人 我知道 好吗 如果你想不想不明白 可以理解 但是呢 我希望你们 要能够想明白 能够这样去想 因为我们这 这也是我们第二次 就这样出了好吗 它要按照我们的呀 这一个呢 天数 来平均分配到活动中去 好吗 注意啊 按照天数 平均分配到活动中去 如果你只是用我们的 除以80天的话 它就是分配到每天中去呢 每天中去呢 但是我们每天 可能一天做一个活动 做两个活动 做三个活动 做四个活动 它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它就是没有 平均分配到我们的 每个活动中去 好吗 这样子求的话呢 把我们呢 全部的活动的天数 全部的求出来 就可以 让它呀 可以实现 平均分配到每个 平均分配到每天的 活动中去 好吗 好 OK 那么关于我们的PV 等于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过 A完成 B完成 C完成 D完成 E完成 RR完成 然后呢 我们呢 RM呢 要做呀 16天 是不是啊 好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10 A是10 B86 加这么多 乘以每天的三分之二 就是0.677万 好 我们最后一算了 等于58.67万 好吗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三个参数 全部知道了 那么CPI SPI CV SV 我相信这一块 你们会求呢 对不对 对于我们这一个问题 就是哪里有难度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那样 这块有 有有有有那个难度 按照进度计划 平均分配到 项目的 活动中 好不好 既要考虑时间 还要考虑我们的 活动 活动 好 好 看我们第三个 若要求该工程在70天内完工 为了保证工程能在70天内完成 且人工费用最低 请按照案例表格提供的时间和费用信息 写出哪些活动需要赶工 并计算赶工后增加的总人工费用 说实话 这个题目又很麻烦 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 中级比高级还难 好吗 中级比高级还难 好 来 对于这个题目 我们的目前 我们的目前 我们的关键路径是什么呢 目前我们的关键路径是我们的 ACEF 结构KN 我们工期是80 它要我们压到70 是不是 到70天 我们需要压10天 那么我们讲过的 需要我们压10天 我们有没有可能是让着我们那样循环10遍呢 循环10遍不搞死你啊 循环10遍 那么肯定是有快速方法的 对不对 我们讲过的对不对 好OK啊 那我们来看 我们正常工作 是需要10天 每人每天是40块钱 就是400块钱 我们赶工的话 需要6天 每天是75块钱 就是一 这里是总共是400 这里总共是450 好OK啊 那么我们呢 我们呢 可以呢 赶4天 是吧 由10天到6天 可以赶4天 我们费用需要增加呢 这里是400 这里是450 我们费用需要增加呀 50块钱 就是每天呢 增加12块5毛钱 好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表啊 全部的求出来 那么你看我们求啊 看这个 我们直接看答案了 来 看这个表格呀 这个表格呢 我们这个呀 答题纸上 它其实是不要求我们 画这么一个表的 这是我们呢 自己呢 来画的这么一个表啊 一个表 好吗 那你看这 我们A 我们正常是40 40 我们赶工是6 是75 我们正常工作是400元 赶工费用是450元 我们可以压几天呢 由我们的10到6 我们可以压4天 然后呢 我们呢 总共呢 需要增加压 由450到400 增加50块钱 因此每天压缩 费用是12块5毛钱 好 那么对于这里呢 其实 又啊 有人在提疑问 什么疑问呢 他就说老师啊 我们呢 正常 我们正常工作是10天 是40块钱每天 每个人每天 我们赶工是6天 我们是75元每个人每天 我们能不能说 一天一天压呢 我要么就是10天 要么是6天 我不能一天一天压 对于这个话题啊 我们 我们说过的 我们讲过的呀 可以按照每天来压 好吗 可以按照每天压 这个题目和我们以前高级的一个题目很相似 那个题目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过的 应该是 是什么 由44天到什么多少天 那个题目还记不记得 一个高级的题目我们讲过的呀 我们是可以每天压的呀 而且那个题目呢 还是我们高级的官方教材里面的一个呢 真题了 一个真题了 那个题目也是呢 我们官方教材呀 讲的也是按照每天每天来压 好不好呢 好 现在呀 所以说这个疑问 我们也需要给你们把它清除一下 这不是问题了 好不好 我们是可以每天每天来压的呀 好 OK 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呀 我们按道理呢 按道理是应该可以把我们的全部的活动 把这个表格呀都求出来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呢 目前呢 我们可以暂时先透一个懒了 我们只求我们的什么呢 求我们的关键活动的 A C E E F G 勾 K N 好吗 A C E E E F G 勾 K N 好吗 我们目前呢 透个懒 把我们的 A C E E E F G 勾 K N 把这么几个人呢 先全部求出来 好不好呢 都可以求的呀 好 然后呢 我们目前呢 目前是我们的80天 要变为我们的呀 70天 我们需要压十天 我们讲过的 不可能 要我们循环十次 是不是的 如果你要我压两天 压三天 我还可以循环两次 三次一天一天压 对于这里 它是不可能要我们 循环十次的 那么我们讲过的 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第一步 找出我们图中 凡是大于70的路径 全部的找出来 是不是啊 我们讲过了吧 好 OK 来目前图中 大于等于70的路径 有什么呢 这一条80 这一条74 这一条78 这一条72 好吗 好 先全部找出来 现在我们来压缩 我们压什么呢 你看呢 首先压我们的关键活动 然后 压我们可以压的关键活动 你看我们这个 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一啊 一虽然是关键活动 它就不能压 是不是啊 好 还有我们的N的也不能压 对不对 好 还有第三步 压缩最便宜的活动 你看 我们的这个呀 俄辅机 一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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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三个五都是最便宜的 是不是啊 都最便宜的 好 那么我们看看呗 俄辅机 和我们的勾啊 那你看那 我们的俄辅机和勾 你看那 我们压什么呀 你看这 俄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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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俄辅 是不是啊 好 我们的机呢 你看这 他有机 他没机 他有机 他也没机 勾呢 他有勾 他有勾 那你说我们第一步压什么呀 压什么呀 肯定是压我们俄辅呗 我们就都有的呗 压辅 是不是啊 第一步 俄辅最便宜 而且各路径都有我们的俄辅 我们俄辅可以压几天了 你看 我们俄辅可以压两天 是不是啊 压两天了 好 就把我们的俄辅直接压两天呗 好 那么他就变为78了呀 他就变为我们的72了呀 那就变为我们的76了呀 76了呀 好 这一个呢 还需要考虑吗 他是72 他压了两天之后 就变为了我们的70了 就不需要考虑了 是不是 他就已经满足了 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就不用再考虑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是的呀 那么我们到这一步 我们的关键路径 有没有可能发生改变呢 注意 不会改变 我们讲过的 为什么呀 它是我们的共同的活动 它们都有 我们同时变短 不会 不会呢 这个呀 有新的路径产生 是不是啊 不会有新的关键路径产生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现在来 那么第二步我们压什么呢 好 现在呀 我们俄辅不能压了 俄辅不能压了 那就考虑什么呗 来考虑我们的鸡 和我们的这个勾呗 考虑鸡和勾呗 是不是啊 来你看啊 鸡和勾 现在考虑鸡啊 来考虑鸡 它有鸡 咦 它没鸡 它有鸡 好 来你看啊 我们鸡可以压几天呢 鸡可以压几天呢 压呢 压两天 鸡也可以压两天 来你看啊 这里是78 我把鸡压两天的话 它变为76 它这里虽然没有鸡啊 但是它还是是72 那么它呢 有鸡 变为了 压两天 变为了74 那么你们说 关节路径变了没有啊 不还是这个 这一条吗 还是76吗 还是不是没变吗 所以说我们就放心的 把我们的鸡 压两天呗 把鸡压两天 因此呢 我们这里啊 变为了76 这里呢 变为了我们的72 这里变为了74 对不对 没问题 好 现在再考虑什么呗 再考虑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鸡呗 这个鸡呗 这个鸡很便宜 是不是 鸡 来 鸡可以压一天呢 这些呢 鸡可以压四天 来看看呢 鸡压四天 来 你看 这里有鸡 这里没有鸡 这里有鸡 好 我们把鸡啊 我来看看呢 能够压四天 我就压一天看看呗 压四天之后 变为了72 它没有鸡 它仍然是72 它有鸡 它变为了70 它满足了 变为70了 它变为72了 它目前呢 也是72 现在我们呢 产生了新的关节路径 但是是并列 是并列的 是并列的 是并列的关节路径 两条72的 可不可以呢 可以 可以啊 所以说我们刚才把钩啊 压四天 其实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好吗 它只是并列的有一条 新的路径出现了 对不对 我们下一步就需要注意一下呢 在我们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是可以把钩 压四天的 好吗 但是下一步 就需要注意这个新的 关节路径了呀 好 现在你看这 把钩压四天之后 那么它就是72 它就是 这也是72 那么我们这一条呢 就是70 它呢也满足了 它呢也不需要再考虑了 是不是 那么现在 就是需要把这一条 和这一条 要压两天 变为70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考虑压什么呢 你看这 就只有我们的A 最便宜了 是不是啊 A啊最便宜了 是不是啊 你看这 10.5 15 16 来 你看啦 你会惊讶的发现 他们居然都有A 都有A 那就把我们的A 同时压 我们还需要压两天 A呢可以压四天 就把A再压两天 就行了呗 就行了呗 是不是了呀 好 OK啊 再把A压两天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呀 好就可以了 好 我们最后需要 我们是什么方案呢 压缩俄辅 增加10 压缩机 两天 增加10 压缩钩两天 增加20 压缩A两天 就这么多 好不好 好 这个题目啊 我只想说 23年5月份 中级的考生们 你们辛苦了 你们不容易 好吗 我只想这么说 好不好 同时也更加可以证明 我们说的 中级的题目 有些时候比高级还要难 好吗 所以说我们题目书里面 这些题目你们都做 好不好呢 中级也都需要做 高级也全部都需要做 我们呢 说实话呀 我们计算题 核心原理就是那么几个核心原理 但是每一次它的题目是可能有坑的 有坑的 我们怎么办呢 平时多做题 多建一些坑 建一些市面 锻炼我们的做题速度 是不是啊 希望我们本次考试 我们这个坑能够解决掉 不掉进去 对不对 现在呀 这个题目有两个地方 确实很难了 第一个呢 是我们这几个呀 这里 我们按照活动 平均分配 还有这个压缩 但是说实话 这两个问题 我们前面都是讲过的 你自己没心自问 看里面有没有认真听课 我们都讲过了 好不好 好 现在吧 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第15题 我们23年5月份高级的考题 这个题目就很容易了 高级比中级还简单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信息 他要我们呢 他要我们干嘛呀 画出我们的双代号网络图 去我们项目的关键路径和工期 那画图呗 画图 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机考之后 我们还画不画图 目前暂时还不清楚 我们到时候呢 看看我们的这个看看吧 好不好 但是你还是先做好会的 先做好会的准备吧 好吗 好 我们来画一个双代号啊 ABC前面都是空的 ABC前面都是空的 好 ABC 好 然后D的前面是A E的前面是B D的前面是A E的前面是B 然后E的前面是C F的前面是C 然后G的前面也是C G的前面也是C 然后D的前面是 H的前面是D H的前面是D 好 然后呢 i的前面是一和而乎 然后勾的前面是g 然后k的前面是h和i k的前面是h和i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两个终点 一个终点 一个终点 这样把它连起来 好 这样子 我们在这个图中 我们有三条曲线 看到没有 好 注意 这是我们第一步 我们作为一个人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画法 是不是 我们讲过了 画通代号 是不是 我们第一步 按照我们人的正常思维 就这样画 好吗 那么画了之后 这个通代号 这个我们的虚线 是不是必须有呢 能不能没有呢 你看这 他到他 他到他 我们能不能把这里 直接连起来 他表示讹曲呢 他表示讹曲呢 他是讹曲 这个不就没了吗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 他到他 我们能不能这样子 他直接表示一呢 嗯 可不可以呢 当然也可以 是不是啊 还有啊 你看这 他到他是勾 他还需要连个虚线过来 那么我们能不能直接这样 这样表示是勾呢 是勾呢 这样子行不行呢 你看行不行呢 行吧 是不是行啊 这三个虚线那 都可以不要了 你看是不是的 好 注意啊 是的呀 是的 好吗 来 这样子吧 你们用我偷个懒呢 用我偷个懒 好吗 我们最后呢 就应该是画成这样子的呀 像这样子的 好不好呢 像这样子的 好不好 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 对的呀 好 这是我们的工作 这是我们的工期 好吗 这是工作 这是工期 工作工期 工作工期 行 好 我们呢 第一问 第二问 找我们的关键路径和工期 找关键路径 找关键路径 找关键路径呢 我猜的话呀 我一眼看去呀 我一眼看去 很有可能是这里 是不是啊 他 他 六 那有两条吗 这是几行呢 四加二等于六 十二 这是十七 这个呢 这是七加八等于十五 六 六 十二 十七 呃 是不是十七啊 是不是十七啊 诶 是十七是不是啊 B1IK 是十七是不是啊 是的呀 好 OK 行 我的感觉还蛮对啊 是不是第一感觉好 好 OK啊 我承认 诶 刚才我确实啊 刚才这个段我确实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吧 没有看到嘛 就是没看到吧 OK 当然这个我相信你们会走啊 好 OK 然后根据项目经理的预测 而取活动是项目组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一旦延期将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工期 那法对吗 为什么 如果不对 其延后几天会影响整个项目的工期 这不简单吗 求而取的总时差呗 是不是啊 求而取的总时差呀 来看看等于几家 而取的总时差 等于几 求而取的总时差 我们而取在几条上面呢 而取就只有一条 是不是啊 就是ADHK 这一条还有别的吗 没有呢 是不是啊 来 3加4等于7 7加3等于10 10加5等于15 等于15啊 我们总共的工期是17 他这一条是15 因此他可赢了拖后两天了 因此H的总时差等于2 等于2 等于2的话呢 就表明什么呢 就表明这个观点了 不对是不是啊 不对啊 他延期两天 之内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超过两天才有影响 是不是呢 好心了呀 问题3 项目的费用 主要取决于 项目中的人力资源成本 500元每日每天 项目中 各活动为景前 活动完成后 立即开始 运行到第10天的时候 项目经理 对项目进展情况 进行了统计 其中 ABCDEF机均已完工 HK尚未开工 LIGO完成了50% 项目以发费成本 一个十百千万 10万 ACR等于10万 是不是啊 好 然后呢 要我们求EV EV其实我们告诉我们 就是ABCDEF机均已完工 LIGO完成了一半 是不是啊 好 然后呢 要我们求啊 人力成本是500元每日天 那么我们还需要知道 我们A需要几人天呗 来看看A A需要几人天呢 这里有没有说明了 来你看这A呢 A是6人 是不是啊 是3天 是不是啊 来就是3乘以6乘以500 乘以500 是不是啊 那么B呢 4乘以9乘以500 C呢 2乘以12乘以500 D呢 4乘以7乘以500 这样子的 是不是啊 来我们一手 我们这样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把A的 A的加起来 B的加起来 C的加起来 D1 全部加起来 然后I和Go 各自算一半 不就行了吗 好 EV出来了 现在求我们的PV 我们讲过的 而且这里也说过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明 按照最早开始时间算 好 运行到DC呢 运行到D10天时 那有问题啊 有问题 是有问题啊 当时一考完 很多人在纠结 有问题 对不对 好 说实话 确实有问题 有问题啊 第10天 说的最好啊 准确一些 第10天结束时 第10天结束时 好吗 你这样子搞的 确实别人学员是有想法的呀 别人伤识是在说呀 是在说这张出了一点 不是蛮好 不是很精准 是不是啊 好来看啊 第10天结束时啊 第10天结束时 好来 我们A应该完成 B应该完成 C应该完成 D应该完成 3加4等于7 好 1呢 B和1 B也完成 RF呢 RF也应该完成 这个G呢 也应该完成 好 H呢 3加4等于7 7加3等于10 I也完成 好 这个来 不是 而去完成了 好 那个 I呢 4加2等于6 好 那么我们呢 2加3等于5 好 一个是6 一个是5 我们呢 6吧 因此我们这个 I呢 可以做呀 4天 做6分之4的I 是不是呀 6分之4的I I可以做6分之4 你看这 4加2等于6 2加3等于5 表明我们呢 I可以做4天 好吗 好 可以做6分之4的I 好 我们的这个 K呢 K的话 肯定不能了 不能开始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G呢 这个G啊 这个G 不是这个G 这个G的话 你看这个G的话 G可以做7分之几 7分之3 2 1加2 2加4 2加4 这是6 6 6 可以做7分之4 6 4 7分之4的勾 是不是啊 我看看啦 再看看 A全部完成 B全部完成 C全部完成 D 完成 1 全部完成 F全部完成 然后呢 这个I的话 6 4片 6啊 4片 6分之4的I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K不能开始 然后这个G的话 2 完不完成 然后6 6啊 还有4片 做7分之4的G 6分之4的勾 来 看是不是的 来看看啦 来 P为着ADHB 看看啦 看看 A D H B 1 好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呀 还有6分之4的I 加C 加F 6分之4的I 6分之4的I 加C 加F 加G 还有加7分之4的勾 是不是啊 加G 加7分之4的勾 是不是啊 好 行了 我没讲错呀 就是我这样看的 不好看了 不好看好吗 好 OK 没有讲错呀 好 来 行了吧 这应该会求 是不是啊 好 嗯 好 OK 是不是 告诉我们 好 行 这个题目没问题啊 然后呢 我们给措施 给措施的话 这是我们说过的 是不是啊 更加没问题啊 他那当前的项目状态 给出一个措施 这是更加没问题 这题目没问题吧 嗯 好 那为什么 这里是18呀 是18乘以500 是不是啊 18乘以500 什么意思呢 你看那A是18乘以500呀 A是18乘以500 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把它做了一个合并 你看这你可以用3乘以6乘以500 是不是啊 这里是4乘以9乘以500 是不是啊 当然你也可以说 先呢 这是18 这是36 然后再这样子 统一乘以500 这也行 好吗 结果是一样的呀 算法有点问题 算法不一样 结果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好 行了呀 嗯 好 行了 这两个题目 这个我们这个高级的题目 还简单一些 对不对 但是这个题目说实话有问题 除了刚才我们说过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 还是希望啊 还是希望我们出题更加严谨一些 对不对 好 当然 但是我还是需要声明一下 也有可能是我们 打字 打漏了呀 我需要声明一下好吗 我们也不能怪我们出题人 是不是啊 有可能是我们呢 有学员把试卷拍出来的时候 我们呢 需要按照试卷打字的时候 我们可能把它打漏了呀 打漏了 或许原题目是有结束时的 或许是或许啊 或许我需要 做一个澄清 免得我们怪出题人了 好吗 好 但是说实话这个地方确实有 有问题啊 不够详细 那是第十天结束时 否则呢 有人说是第九天结束时 那也可以 那也可以 是不是呢 好 现在吧 我们本讲就到这里结束了呀 希望大家能把这个 讲的题目去消化一下 去看一下 好不好 一些在我们考试的时候啊 考试的时候 还是要头脑清晰一些 一些坑 那能够避免一些 好不好 好 行 本讲到此结束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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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